有些事能不能做是早就注定的,有些人能不能在一起是早就预定的,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怎么强求也没用,属于自己的顺其自然,不用强求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,人这一辈子能遇到很多人,经历很多事。 但是真正能了解自己的却没有几个人生难得有自己,和你说话交流的人有很多,但是真正的会真心对你好的人,愿意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的人还真的没有几个,所以人生短暂,请好好珍惜对你好给你帮助的人,不要等到错过后才懂得珍惜,社会很美好,但是社会也很现实, 这个世界上,有很多持后,路要自己走,有苦要自己承受自己单,可以流泪翅膀,但是一定要懂得,有些事是只能自己体会的,有些东西只能自己承受,有泪自己流,没有必要,一定要跟别人诉说,因为毕竟谁都不会感同身受,很多经历只有自己能懂,只有自己能知道,一生终遇到的人中,有朋友,有爱人, 有路人,也有仇人,想念的人,只能靠打打电话互相倾诉,相爱的人发布的每天在一起,总有一些招在目次的人,喜欢张花年头,伤害身边最爱自己的人,有些人一旦失去了,就再也没有以后了,一大错过,就是一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